这个福音呢 是一定要传的 这个我们看我们主耶稣的榜样 上次我们讲到主耶稣来到地上 他就是第一 他在地上进执事的时候 第一件事就是传扬福音 然后就是教导真理 然后医治疾病 然后洁净麻风 然后赶猪乌鬼 就是说这就是他的地上的执事 然后你看呢 他在地上进执的时候 就给我们设立了一个榜样 如何来传福音 那么他的基本的原则 传福音的基本原则就是去 所以我们刚才唱的诗歌 去是万民做主的门徒 那么主耶稣如果他不去 他的去就是对我们来说是来 对他来说就是去 他从天上来到地上 从地上来到地上之后 他进执的时候 就是一个城市一个城市 一个村镇一个村镇 一个家一个家 一个人一个人的去访问 你看你读这个福音书 那就很奇妙 主耶稣就是为了一个一个的得着人 所以他不是在那里等待人到他这里来 如果他在天上等 那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得救的 我也是对于为什么呢 我们没办法 没有一个人能到神那里去的 我们都是罪人 所以只有他来 我们才有可能得救 所以基本的原则就是他去 也就是对我们来就是来 所以你看福音书里面很多这些例子 就是很奇妙 主耶稣就比如说 在那个虚家的井旁 他就在那等待 等待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 那么打水呢 其实就是等待这个妇人 要把活水给这个妇人 所以呢 那么他在那里在炎热的夏天 那么又磕有泪的情侣下 就等待一个犯罪的女人 来为着解除她的干渴 为着把生命的活水赐给她 你看呢 这就是一个例子啊 他自己来寻找这个拯救 整个人 这个失丧的人一个一个的去 然后呢 你看呢 到了这个路加福音的十九章 他进了这个耶利哥 耶利哥也是个罪恶的城啊 但是在这个罪恶的咒受 咒诅的城里 有一个人啊 是一个税吏 有时候被人藐失的 这个税吏 税吏长叫撒该 你看 他就是来到这个城啊 其实就是要寻找这个撒该 那个撒该爬到桑树上 他特意走到桑树下 所以他知道 他这个撒该要在桑树上 要看他 所以呢 他就到他的树下 叫他下来 说今天呢 救恩了 临到你的家 所以他就到了 住到这个罪人的家里 就得住了这个罪人 所以他也是原则 也是去 是不是啊 所以呢 他就等于扣开了 这个撒该的门 所以这个主耶稣啊 他在地上的时候 他尽职就是这样的方式 一个一个 一层一层 一层一层去访问 然后呢 刚才这个徐帝永要讲了 这个主耶稣呢 他拆迁12个门徒的时候 也是两个两个的出去 然后两个出去 然后后来又拆迁70个门徒 在路加福音的第10章啊 他啊 他拆迁他们呢 一个 两个两个的出去啊 他说 在第10章第1节说 这些事以后 主有选立另外70个人 拆迁他们两个两个的 在他前面呢 往自己说要到的各城各地去 然后就对他们说呀 庄稼顾多工人缺少 所以你们要祈求庄稼的主 催赶工人呢 收割他的庄稼 所以他 然后呢 他第3节 第5节第6节说呀 你无论进哪一家啊 先要说 愿这家平安 那里若有平安之子 你们的平安呢 就必临到那家 不然呢 平安就归于你们了 所以你看呢 出去扣门 一家一家的访问 他是做什么呢 是送平安给人的 其实我们去传福音 扣人家的门 我们呢 不向人索取任何的东西 对不对 我们也不向那些啊 这个生意人啊 去卖这个产品 我们就是送平安给人 我们是送祝福给人 所以呢 去送平安 说愿平安临到这家 送祝福送平安 你看这是一个何等荣耀尊贵的事啊 但是呢 可能那家呢 有的家不配得平安 那平安呢 没有不配了 那就是 那平安就任归我们 所以呢 这里说到扣门 访人呢 其实就是寻找平安之子 并不是啊 哪个都是 所有的都是平安之子 那其实呢 在这个 在这个 马太福音第十章 主耶稣说 他差遣他们去的时候 他说 我看啊 我差遣你们去啊 如同绵羊 在狼中间 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 纯真像鸽子 所以呢 他其实差遣门都去啊 是到狼群中间 但是狼群中呢 有羊 有主的羊 所以要把那羊找出来 所以呢 其实我们的扣门 我们的访人 去接触人 其实就是寻找平安之子 就是在狼群中寻找羊 是主的羊 那到底谁是羊呢 我们也看不出来 我们也不知道 有的看起来像狼 其实是羊 有的看起来是羊 其实是狼 所以我们都不知道的 有的我们这个 有人说是披着羊皮的狼 也有披着狼皮的羊啊 像看外面很凶的 但是其实他是神的选民呢 他是主的羊啊 所以你不知道 所以我们不要断定说 这个狼 但是无论如何呢 因为我们去到狼群中呢 就是会遇到各样的情形 比如说我们一过这些年 叩门 各种情形都有啊 有的人甩门 有的人不开门 有的人骂 就遭人的拒绝 但是呢 没问题啊 拒绝你 你就平安人归你自己啊 所以呢 我们要心理上 要扣门法人的时候 要心理上预备好 会遇到各式各样的情形 对不对 可能大部分呢 是拒绝的 有的是甩门的 有的是骂人的 有的是啊 这个这个 这个 毁谤的 亵渡的 但是都不要紧 但是呢 总有啊 有一个 两个 你说 你忘了十家 有一个 平安之子 感谢赞美主 那就是神的选民 那这平安都归给他们了 所以呢 其实这叩门法人呢 就是要寻找平安之子 寻找主的羊 在狼群中寻找主的羊 所以呢 心理上 我们要预备好 就是会遇到各式各样的情形 但是呢 没问题 这个是啊 主说啊 是我们因着主的名受如啊 受拒绝呢 是荣耀的 荣耀的灵啊 被落在我们的身上 那好了 那这个寇门呢 这个 造作主耶稣 是设立的榜样 第一个是要去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出去之前呢 要被灵充满 因为啊 我们凭着自己去啊 是没有力量的 也是没有能力的 也是啊 不能得胜的 但是呢 我们要被圣灵充满 所以我们刚才唱的师哥说啊 被精伦的灵啊 能力的灵啊 充满并充益 里面呢 要满 外面要益 所以呢 这个充满和充益 灵 是很重要 那怎么样才能被灵充满呢 上次我们也交通到 照着主的话 也照着我们的经历 就是需要认罪啊 就是需要祷告啊 祷告就是啊 认罪啊 就是把我们的人倒空 祷告呢 就是被灵充满 祷告 认罪 对付罪 那这个是这样的话 就叫我们能够被圣灵充满 被基督充满 那这是第一个 我们要出去的时候 带着圣灵啊 充满的灵 出去 那所以呢 我们这一过的十来年呢 我们在这个西谷的照会啊 KD啊 我们都操练这件事 每个周六啊 来在一起团体的祷告啊 晨兴 读主的话 导读主的话 被灵充满 然后呢 就出去了 那么出去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就是要配搭的出去 不是单独的出去 所以啊 这个圣经里面的原则 出去扣门 很重要的原则就是配搭 配搭呢 他说这两个人配搭 你看主耶稣拆下门头 就两两的出去 那最好是两个人 至少最好是三个人 其实前面配搭呢 就要三个人 你三个人的话 你两个人 如果是夫妇两个 还可以了 一个弟兄一个姊妹 对不对 那如果没有一个两个弟 一个一对夫妇呢 就是两个弟兄 一个姊妹 或者两个姊妹 一个弟兄 这样配搭着去扣门呢 就比较合适 那这个配搭的原则 是很重要的 因为在特别在传福音的市场 我们一个人呢 你不论你的灵多强 你一个人是吧 总是觉得胆怯的 我自己印象很深的 我们那些日子 去超次发单张 传福音 我找不到配搭的时候了 我就拉我的儿子 这个小孩子 跟我一起配搭 其实呢 你说哎呀 拉一个小孩子 给你配搭 其实就 你的灵就壮很多 就强很多 所以配搭呢 就是你不在乎 给你配搭的人 是刚强软弱 其实最软弱的 其实都叫你刚强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身体的原则 所以呢 我们一面被灵充满 一面呢 还得有配搭 所以呢 最好找到两个配搭 两三个人一起配搭 因为主的话是说的很清楚嘛 孤身呢 这个传道书讲到 有人能打胜 孤身一人 二人呢 便能抵挡他 三股合成的绳子 不容易遮断 这是很清楚的 所以呢 要有配搭 然后呢 在这个配扣门的过程中 那你先就是照着灵的引导 你看圣经那边呢 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就是照着圣灵的引导 来啊 来扣门 你看这个十度行传第八章 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费力 他传福音 结果呢 在那个野地啊 有一辆车 车上坐的是一个 埃塞阿比亚 埃提阿伯的太监 一个大官 坐车上 然后耶路撒冷礼拜完了 回国的路上 然后呢 他就 这个圣灵一感动他 他就有 对他说话 他就贴近那个车子 结果贴近那个车子的时候 那个车上的人正在读圣经 读旧约圣经 以赛亚书 那五十三章 那他读了也读不懂 哎 结果呢 他就问他 你读的听得懂 读的懂吗 他说没有人指引我 怎能读的懂呢 所以呢 结果呢 就请他上车 他就给他开始跟他讲 所以就从那个经节呢 就开始给他传福音 讲到呢 这个五十三章啊 你看了 几百年前 以赛亚先知 所写的话 其实是基督说的 就是刚刚啊 最近才发生的 这位基督啊 为我们钉丝十字架 他就是我们的救主 所以这样呢 就把他带得救了 所以这是一个例子 就是你看了 在这许多的人中啊 有人是寻求神的 比如说 他们有心读圣经 那这些呢 就是寻求的 心是柔软的 心是转向神的 有人那是祷告的 你看了 在十读行传 还有一个例子啊 这个保罗 传福音 到了欧洲 欧洲的第一个城市 是菲律比 那么菲律比的城市 你看了 全部是异教徒的情形下 你是怎么传福音 到哪去传呢 就到哪扣哪个门呢 他就发现了 在那城外有一条河 河边呢 有些人在那里祷告 特别是叫夫女们 在那祷告 所以呢 他就趁着这个安息日 有人在那祷告的时候呢 他就去给他们 就传讲神的话 你看了 那祷告的人 他也不知道 给谁祷告的 所以其实呢 那些想要祷告 求天啊 外地啊 然后求神啊 求这个求那个 但是呢 他就说明他在寻求 他在寻求 但是他并不知道 他们在求谁 他们并不知道 他们说信的事 他们知道 要需要祷告 但是给谁祷告 都搞不清楚的 但是呢 这就在这群人中呢 保罗呢 就传耶稣基督 结果就有一个 一个做生意的女人 叫李迪亚 卖布匹的 然后呢 他就心窍就开了 然后他就得救了 然后就受尽了 然后把保罗 请到他家里 还请他家住 你看了 这就是一个例子呢 就是说在寇门 接触人的事上啊 我们要跟随啊 圣灵的引导 引导啊 到那些寻求的人中间去 那么寻求的人是谁呢 我们不知道 那有些人呢 对圣经有兴趣 那贤人就是寻求的人 像那个爱提高高的太监呢 有的人在祷告 有的人他不知道祷告谁 像老天爷祷告啊 像上帝祷告啊 像神祷告 他不知道祷告谁 但是呢 这些向祷告的人 他的灵 他的心是在寻求的 所以呢 我们要向这些人呢 传福音的时候呢 他就会比较容易接受 所以呢 这个要 这个是谁是这样的人呢 我们只能借着祷告 照着灵里的引导 那么在我们这个 传福音叩门的过程中 随时啊 都有圣灵及时的引导的 所以呢 这就是啊 在圣经里给我们看见 这个叩门的 访人的一些秘诀啊 那这个秘诀 简单来说 第一个呢 要被灵充满 第二个呢 要有佩达 第三个呢 要跟着灵的引导 来寻找那些平安之子 那平安之子呢 那就是照着灵的引导 灵会 圣灵啊 会引导我们到那些寻求的人中间 那些寻求的人呢 可能是读经的人 读圣经的人 可能是祷告的人 但是呢 无论是 不论是什么样的人 他们只要寻求 在这些人中啊 就是比较容易找到平安之子 所以呢 这就是一些叩门的 访人的一些原则 那我们 那我们 这个 一过这些年呢 就是 每周都出去寇门 那么寇门的时候呢 有这个 有 祷告完 我们有去公园的 有去超市的 有挨抬护 扣门的 那么当下呢 因着这个疫情啊 人的见面呢 就比较回避 比较戒备 所以呢 我们还要祷告主啊 给我们找到 扣门的途径来 所以呢 等一下我 我很快就结束了 我结束之后 弟兄姊妹呢 可以啊 这个多做一些见证 在这当前的疫情下 我们该如何扣门 那那个扣门呢 就不光扣这个 马路上的门 这个一家一家的扣 还要扣这个网路的门 对 今天呢 就是 你看了 最后我在读这个 读一个经节啊 把这个 这个十四章 讲到 主耶稣讲到这个 传这个福音的时候啊 他提到 这个岔路口 路上和黎巴那里 他讲到这个 十四章讲到这个 勉强人啊 进来 那么他这个原则 就是什么呢 就是啊 到黎巴那里 就是居民区 就是有人聚居 的地方 岔路 这个路上 也是有人在那行走的地方 所以呢 基本的原则 就是要到 有人的地方 所以我们传福音呢 我们这个福音 是传给人的啊 是啊 神的救恩 是为了人的 所以哪里有人 我们就应该到哪里去 那么 今天人在哪里上 人在网路上 那网路上 我们要求主 给我们开路啊 给我们开这个 网路上 扣门的 这个门 开这个网路 扣门的路 所以呢 我们在网路上 也要求主啊 给我们开路 今天人在 这个社交媒体 人在网路上的 机会很多 我们如何借着 网路来扣门 这个呀 是我们需要 寻求的 祷告的 仰望的 那么最近呢 应该这个实际的扣门呢 不方便 我们呢 从今年一来呀 我们就操练一件事 就写信 扣门 就是啊 照着地球们 这个交通 照着这个 我们这个居民的 这些一家一家的地址 名字 我们就啊 就是给一家一家的写信 亲笔写信 写信的时候啊 告诉我们是谁 告诉啊 我们 渴望认识他们 渴望把福音传给他们 写一句两句的主的话语 然后问候他们 这个鼓励他们 然后把平安带给他们 那么这个呢 我们今年一来呀 很多弟兄姊妹 都在操练事情 那这也是在千百个家中 千百个人中 那我们去寻找这个平安之子 那么这个信呢 我们每次写的时候呢 就带着祷告 求神呢 祝福收到我们信的人 无论如何呢 现在的这个情势下 在我们如何扣 在网络里扣门 如何在马路上写信扣门 无论如何 我们的负担 总是要找到平安之子 总是要把祝福 要把平安送给人 然后呢 把生命分刺给人 把神 三一神当作生命啊 分刺到人的里面 叫人成为神的儿女 叫人成为神的祭物 这是我们在 我们这个福音生活的 基本的负担 那么越到末世啊 这个福音会越难传 但是呢 越需要加强的传 那么最后呢 我就把这个十四章 路加飞十四章 主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呢 讲的这个关于啊 是这个大言席的这个比喻啊 读给弟兄姊妹听 你就晓得 我们今天到了一个 什么样的这个 这个时期了 然后呢 他这里说啊 十四章 路加飞的十四章 第十六节那里说 耶稣对他说啊 有一人摆设打言席 请了许多人 到了作息的时候啊 打发奴夫去对说 请的人说 请来吧 样样都齐备了 众人呢 一直推辞 头一个对他说 我买了一块地 必须去看看 请你准我吃了 另一个说 我买了五对牛 要去试一试 请你准我吃了 还有一个说 我才取了妻 所以不能去 你看啊 都是借口 都是你请了一大言席 这个人请了大言席呢 要白白的 叫他们来吃 但是他都是太忙了 然后呢 那奴仆 那奴仆回来啊 就把这些事报告了主人 主人呢 家主就动怒 对奴仆说 快出去到城里 大街小巷 带那贫穷的 残废的 瞎眼的 瘸腿的到这里来 奴仆说 主啊 你所分布的 已经办了 还有空位 主人对奴仆说 你出去 到路上 和篱笆那里 勉强人进来 坐满我的屋子 我告诉你们 先前所请的人 没有一个 得偿 我的言席 你看 这个比喻呢 就是主耶稣 讲到那个大言席 百大言席的人呢 就是神 神 完成了一个救恩 这个救恩 就是一个大言席啊 免费的 白白的 给人来享受的 你如果吃 你如果得着 你就得着这个 极大的救恩 莫大的救恩 罪得赦免 免去沉沦 得着重生 成为神的儿女 这是一个白白的恩典 大的救恩 但是呢 就是请人来 负这个言席 负这个救恩的言席的时候呢 第一步啊 就是那些人太忙碌 那个在第一个阶段呢 那些人呢 都太忙 有的买了快递 不能来 有的买了牛 不能来 有的取了妻 不能来 反正都是借口 都是不能来 都是太忙 因着这个属地的 这个属地的财富啊 霸占呢 就啊 拒绝了神的邀请 那神就打发了 第二步 这个福音的第二个阶段 就打发使徒啊 去邀请 介绍那些啊 那些人贫穷的啦 瞎眼的啦 蝉肺的 缺腿的啦 那这些人呢 因着他们的贫穷 还因着他们的 这困苦呢 他们接受邀请了 那这就是一个 这就是福音传扬的 第二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 是在犹太人中间 第二个阶段 第二个到外邦人中间 到处邀请 这些贫穷的 这些困苦的 有各种需要的 那今天这个福音 传到了这个 到这个地步 那么这个都传了 你看呢 差不多两千年了 都传了 现在什么呢 这里主人说啊 还有空位 你看呢 他说 奴仆说 主啊 你所吩咐的 已经办了 还有空位 你看呢 现在是 现在呀 还有空位啊 弟兄姊妹啊 请你记得呀 还有空位 神救恩的大 言习还有空位 还没填满 神具备了这么好的 言习 白白的言习 救恩的大言习 还没做满 还有空位 怎么办呢 你请听听我们的主人的吩咐 我们的主的吩咐 主人说 你出去到路上 和黎巴那里 勉强人 这就是第三个阶段 也就是现今的阶段 现今这个阶段呢 已经到了福音传扬的第三期 也就是啊 末期了 也就是啊 最后一个阶段了 但是这里呢 还有空位 还有空位 还有空位呢 就是要去哪里呢 去路上 这路呢 包括马路 公路 也包括网路 反正是现在呢 有路在路上行走的人 那都是去到那里 然后呢 黎巴那里 黎巴那里 就居民区 有人住的地方 有人行走的地方 有人居住的地方 都是我们该去的地方 所以呢 既去马路 超市公园 还要去呢 网路 还要去呢 居民区 然后呢 然后呢 就是人在哪里 我们去哪里 去哪里干什么呢 他说要去啊 勉强人进来 所以这个福音的第三期啊 叫做勉强人的时期 勉强的强迫人啊 强迫人信耶稣啊 你说哎呀 还有这回事啊 不是人都叫他自由吗 对呀 这是主耶稣说的啊 他说要勉强人啊 强迫人 你要信耶稣啊 你赶快信吧 你们觉得 你们觉得勉强人 觉得不好意思吗 但是主说要勉强人 我几个礼拜前了 两三个礼拜前了 我们听一个弟兄的见证 这个弟兄啊 有的人认识 香港城市大学的 原来的副校长 这个城市大学的副校长 我们的任弟兄啊 他做见证 我早上三点半就起来 听他的见证 他在香港专场 做他得救的见证 你知道他这个弟兄啊 做教授 先是在东北大学 后是在University Washington 华盛顿大学 后来又到了香港城市大学 做校长 副校长 你看他 这几十年的做教授 他带出来的学生 已经超过一百个教授 在全世界各地做教授 那么一大半都是弟兄姊妹 那你知道他怎么得救的呢 他就是被人勉强两个人架着 去受尽的 他说我受尽的是 于新民啊 这吴福林啊 然后架着啊 勉强受尽了 他说你这个太不像话了 现在再不受尽 我们鼻子也要给你受尽了 结果呢 他是被勉强的受尽了 那你一受尽之后呢 那就是被主得主 要火热爱主 所以呢 你不要觉得 你说你说这个勉强 那这个大教授 明教授 这个发表的论文超过千篇 是一千篇论文了 那这么有名的教授 那么传带得救的人呢 不知道多少了 那么你看呢 这样的他也是被勉强带得救的 勉强受尽的 所以呢 有的时候呢 是需要勉强一下啊 那当然呢 要看实际的情形 那无论如何 这个在 在这个路加福音十四章 就给我们看见 福音的第三期 就是勉强人的时期 我再重复的讲 越到末时 福音越难传 越到末时 福音越要传 越到末时 就是到最后的时期 福音的最后的时期 就是勉强人的福音 主还没有回来 那个延期还有空位 所以呢 我们许多时候是需要勉强的 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亲人 我们要勉强他们信主 对不对 我们马路上拿到人 勉强人信主 无论如何 这是主的吩咐 我们要勉强人 来得着这个救恩 那么你觉得 现在他有点勉强 后来他就会感激你 他会感激你一辈子 他会感激你到勇士 我们勉强人 不是叫做 得别的 我们勉强人 是享受这个 免费的大延席 享受神的大救恩 弟兄姊妹 这个就是这个时期 福音的第三期 勉强人的福音 求主啊 得着我们 我们也要祷告主 给我们开路 弟兄姊妹 在这当前的疫情下 有什么见证 你在马路传福音 你在公园传福音 你在扣门传福音 你在网路传福音 你有任何福音的经历 福音的见证 你都摆出来 我们弟兄姊妹 彼此鼓励 无论如何 福音一定要传 这是一定的 这是铁定的 这个一直传到 主的回来 一直传到这个时代的终结 这个就是主的吩咐嘛 马太福音讲说 我必与你们同在 直到这个时代的终结 所以福音传到什么时候呢 传到这个时代的终结 那么今年 已经接近这个终结 已经到了第三期 已经到了尾声 那么越到尾声 越难传 越到尾声 越要传 越到尾声 越借着传 主要得着 得胜者 求主啊 祝福我们 我就交通这么多 照着这个主的话 把这个原则 这些负担 交通到这里 那弟兄姊妹呢 多做见证 我们彼此鼓励 然后呢 我们看见了 主真的是 是与我们同在 主实在呀 祝福他的福音 阿们 就像我还一样的 中文